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供后代瞻仰学习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这里迎来送往这一批又一批瞻仰者 随着年代的推移 前来瞻仰的越来越多的是年轻人的面孔 这些年轻人被解说员的快板书深深吸引了 这说明生动活泼 言简意该的取义作品 在更多的领域取代了简单刻板的说教 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取义也迎来了春天 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取义人甩掉旧思想 歌颂新时代 积极投生到革命的大朝中 马三立 洛玉生 侯宝林等众多取义人来到部队 一身容装 满腔热血 参加了抗美援朝宣传队 一位从天津走来的响当当的相声名爵 也随着志愿军部队熊啾啾气昂昂的跨过鸭路江 他就是出生于相声世家一名小蘑菇的长宝坤 在1951年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第一届复朝慰问团 其中有那么四个队 总称叫曲艺大队 第四分队的队长 就是我的大哥长宝坤 1951年4月 朝鲜战场最惨烈的铁园大战前夕 敌机加紧了轰炸的频率 曲艺大队在朝的三个月慰问演出刚刚结束 在返回祖国的途中 曲艺大队在三八县附近的沙里院修整 4月23日上午 相声演员常宝坤和琴师程树堂 坐在营房外的石桌旁 正在讨论这三个月慰问演出的总结该怎么写 不料敌机突然钻了出来 这飞机是很低的 辅冲 这一辅冲 它投的是燃烧的 子女的 前边飞机 有这个叫机关炮 就这一项 我的大哥常宝坤同志 整在这个额头这 不偏不倚 整是当中这 这么大一个子弹头 进去了 那一天 李常宝坤29岁的生日 还差12天 5月 他的遗体运回祖国 党和国家为他举行功绩 给予了他极高的荣誉和礼遇 我在想什么呢 什么岳飞啊 文天祥啊 那是属于鞠躬尽瘁 死日后雨 应该说是 信国 相声演员 信国 相声演员死了 能叫信国吗 哎呀 当时 我就有一个想法是什么 有那样的话 真值得了 长宝坤 成树堂牺牲了 曲艺人掀起了学习 长城二列式的热潮 前赴后继 连续三年 组建曲艺服务大队 副潮演出 涌现出山东快书 一车高粮米 新古词 邱绍云等 一大批优秀的作品 为身处残酷环境中的 志愿军战士 带去了祖国的温暖和欢乐 也极大的鼓舞了士气 说真的 在那个年代 不光是曲艺人 说真的 整个的中国人们 那种对中国共产党 对新的政府的拥护 那种爱国的情话 都是相对的 1953年9月 第二次文代会的召开 催生了中国曲艺研究会 中国曲艺研究会组织了大量的会演 在这些会演中 涌现出不少好作品 1956年 新华书店职工马树怀参加了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 他表演的相声都不愿我获得一等奖 他的相声天分